哈囉哈囉我是修羅伯 魯洛洛 這次要帶來的是 星球體道2022上半主線劇情中 登場的全新密度主角 銅鞋開拓者的培養全攻略 這次的劇情長度真的是有夠長 不過也是相當精彩 由於銅鞋主角和隻羹鳥剛好需要同一種素材 加上還需要過主線才能拿到銅鞋主角 所以洛洛也是花了一點時間才拿到 並且把技能和裝備都拉得差不多了 銅鞋主角主要給擊破隊伍 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超擊破傷害概念 對於平民玩家來說非常友好 簡單輕鬆就能應付大多數關卡 洛洛會在稍後帶來關於銅鞋主角的角色定位 機智解析、儀器、光追、新聞效果推薦 若還有需要查閱其他角色 也可以在到播放清單中去查詢 或是在搜尋欄上打向角色名稱共和洛洛 來看看是否有做過的影片 目前洛洛的頻道 都會陸續製作原神以及崩壞星球體道的相關影片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與直播的話 都可以先訂閱我的頻道哦 你再找一款便宜快速又安全的儲值管道嗎 身為專業的遊戲玩家 洛洛就再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全新的第三方儲值平台啦 LDA SPACE是一款由雷電模擬器 創建的遊戲儲值平台 雷電模擬器這個工具 相信也有很多老玩家們都耳熟能詳 因此平台裡面的遊戲 都是與各大遊戲廠商串接 讓你在儲值的過程中 只要輸入UID 連帳號密碼都不用登入 支付方式也很多元 不論是銀行轉帳、LiPay、PayPal、MyCard點數 通通有 輕輕鬆鬆就能直接把遊戲商品 一鍵儲值到你的帳號裡面 打開遊戲就可以直接收到啦 是不是超方便 現在元神和崩壞新窮鐵刀 更是有8.4折起的優惠價 這裡洛洛也跟雷電寶寶 奧了很多好看哦 只要點擊資訊欄 洛洛提供的專屬連結 透過連結成功註冊後 就會獲得三張優惠券 假如你買一張月卡153元 使用5%折扣券後 就會變成146元 面額越多省越多 除了划算還要更精打細算哦 進入還有的UID 偷偷給朋友一個驚喜好禮 當然若是想要通過這種方式 在直播時直接斗內贊助洛洛 也是很可以的哦 同鞋主角為薛術屬性 在2.2主線劇情的 《在我們的時代》的篇章中 與BOSS神主日的真 最終決戰前就會解鎖 而且劇情也會要求 一定要帶同鞋主角在隊伍中 若是自己的同鞋主角 還沒有練好的話 屆時也會有適用的同鞋主角可以用 洛洛當時也是快速的 把自己的新魂靈同鞋主角 拉到行跡平均6級左右 搭配個先前刷黃泉儀器 多的一套鐘錶將四件套 也在超級破的威責之下 讓神主日直接歸西 並且這次不是用滿星魂黃泉的關係 終於有打BOSS的遊戲體驗啦 再搭配最後的BGM 真的是整個超想把打扣棒給拿起來了 既然講到了超級破 這邊也就要來帶一下 關於同鞋主角的核心機制 超級破的相關說明 給還不理解的新手們了解一下 超級破這個新名詞 是源自於同鞋主角 所以要觸發超級破傷害的話 隊伍中就必須要攜帶同鞋主角 未來不確定是否會有其他的超級破角色 不過目前20版本的同鞋主角 就是那位最特別的啦 場上的隊友 主要可以透過同鞋主角的終結技效果 只要攻擊當前處於弱點 擊破狀態下的敵方目標時 就能將本次攻擊的血潤值 轉化為超級破傷害 而超級破傷害不吃雙爆或增傷 只會受到角色等級 擊破特攻和血潤值影響 看起來會有點和原本的 擊破傷害沒有什麼差別 不過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超級破傷害和擊破傷害的傷害公式 就可以知道差別在哪囉 大家看公式可能會覺得像在上課想睡覺 所以洛洛把這兩者最大的不同 用紅色標出來 順便也幫各位複習一下 原先的擊破傷害是怎麼計算的 超級破和擊破傷害相同的地方 在於都不吃雙爆不吃增傷 基礎傷害也主要是受等級影響的 等級擊破技術 如果有玩原神的話就會比較好理解 像是打聚變反應的元素精通概念 這個等級擊破技術是一個固定值 等級越高 擊破的基礎傷害就越高 原本的擊破傷害可以看到 有著屬性系數的部分 這裡指的是不同屬性的擊破傷害 有著不同的屬性系數 在教學目錄裡面 可以大概看到各種屬性的擊破傷害類型 雖然看不到明確的系數 但有些擊破弱點後 有比較強勢效果的屬性 通常擊破的屬性系數也會比較低 例如虛數 只要擊破敵方弱點後 會使敵方陷入禁錮 並且使其行動延後 搭配這樣強的debuff 所以虛數屬性的擊破系數最低 若是不清楚 各屬性的擊破系數也沒有關係 在202版本更新後 也新加入了一條 火與物理傷害在擊破時傷害會更高 聰明的人應該也知道 在預告哪兩個角色的時代又來了吧 所以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火和物理屬性的擊破傷害 是屬性系數裡面偏高的 那也因為原本的擊破傷害 會受到這個屬性系數影響 所以擊破傷害的主C 一直都還不是一個發展完整的隊伍體系 在皮諾康尼之前 也只有雪衣就為角色主打擊破特攻 不過也是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屬性系數完之後 還有一個韌性系數 這個主要是和敵人的最大韌性條有關 可以大概有個觀念就好 這邊就不細說否則會太複雜 那在超擊破傷害的公式中 我們可以看到 屬性系數和韌性系數的部分是被拿掉的 代表的是 只要敵人在弱點被擊破狀態下 五方角色對其造成的傷害 所有角色造成的超擊破傷害都是一樣的 而且直接看的是技能最終血刃值 也就是不受屬性和韌性影響 原本屬性系數較低的虛數屬性 也可以直接和其他屬性平起平坐 甚至還有原本擊破弱點的後續進步 和延後行動抵霸 雖然打小怪的話 可能會覺得超擊破和一般擊破沒有什麼差別 但在對到韌性條超長的精英怪 或BOSS等級的怪物時 差距就會很明顯囉 同時同械主角的額外能力 還附帶一個獨立超擊破增傷城區 敵方目標越少 超擊破增傷越高 對到BOSS更是可以直接讓超擊破傷害提高到60% 是個非常高的數值 並且因為增加了超擊破傷害的關係 角色在對敵方剩下最後一點韌性條進行攻擊 造成弱點擊破的同時 是可以一次造成擊破傷害 還有超擊破傷害這樣的雙擊破效果 就連加拉赫大招抓一下也可以隨便好幾萬 也正是同鞋主角讓傷害瞬間大爆炸的原因 並且作為同鞋主角 這個超擊破傷害和相關增傷也是全隊共同享有 即便在打超擊破或擊破傷害的同時 角色可能還要另外再堆擊破特攻的面板數值 但同鞋主角的終結技 就能夠提供給隊友一定的擊破特攻數值 實際情況下就可以給到30%擊破特攻提升 解鎖新聞4再給隊友加15%的自身擊破特攻轉化 若是再搭配中表將四件套效果還能夠再加30% 若再搭配軟眉的額外能力效果 全隊還可以再加20%擊破特攻 搭配開戰前使用同鞋主角秘技 再加30%擊破特攻 就算沒有特別堆擊破特攻的角色 輕鬆也直接有120%以上的擊破特攻 幾乎是兩條擊破特攻神的數值 所以在超擊破隊伍裡面的角色 可以說是人人都可以打輸出 從原本的傷害之外又再多出了超擊破傷害 也讓同鞋主角更像是草國隊裡面的納希達 超擊破隊伍的核心 同鞋主角的普光為單體的虛速屬性傷害 在實戰中主要用來回戰績點和血刃 升級順序上可以放在最後 同鞋主角的天賦主要是回能效果 當敵方目標的弱點被擊破後 就能夠立即恢復一定能量 若場上一次有3個敵人弱點被擊破 同鞋主角的天賦就會發動3次 這部分回能也吃得到能量恢復效率的效果 不過實戰中同鞋主角並不太缺回能 就算不帶衝突神 終結劍的循環也非常舒適 尤其解鎖後面的新魂和搭配回能光追更是不缺 所以可以放心專推擊破特攻 戰績的部分主要是彈射類型的血刃技能 一共有5段傷害 第一段會是技能選定的目標 血刃值為10點 後面4段則會隨機命中場上其他目標 血刃值為5點 每段傷害可以恢復6點能量 終結劍是同鞋主角的核心技能 能量需求140點 最關鍵的效果為這個替全體上半武的BUFF 半武效果可以持續3回合 可以觀察同鞋主角的頭像旁的3個點 查看當前剩餘回合數 當同鞋主角回合開始時 就會減少一個持續回合 半武的效果是使全隊擊破特攻提高 並且持有半武的我方角色 攻擊處於弱點擊破狀態下的敵方目標時 會額外造成超級破傷害 同鞋主角的秘技在開戰前使用後 可以使我方全體在下次開戰後 獲得兩回合擊破特攻提高30%的效果 持續兩回合 額外能力為我起舞是個非常強勢且關鍵的效果 隨著場上敵方目標數量的不同 可以獲得不同數值的超級破增傷 敵人數量越少增傷越高 也是同鞋主角才有的一個獨立增傷層區 並且超級破增傷是綁定半武效果的 因此想要吃到這個增傷 就一定要搭配同鞋主角 解鎖額外能力隨波逐流 可以使同鞋主角的戰績血刃值提高 主要加在第一段的彈射傷害上 變成第一段血刃值為20點 搭配我們可以在手動控制戰績的釋放主目標 尊重的損失並且搭配擊破效率的疊加 也會讓戰績的血熱能力獲得更高的提升 最後一個額外能力劇院之貌也是非常強勢 當我方目標造成弱點擊破後 就會使敵方目標行動延後30% 尤其在打BOSS的時候更是奇效 直接把BOSS的行動延後 為我方創造更有力的輸出環境 並且能讓好不容易破弱點的敵人 不會馬上就恢復 新手開荒福音啊 同鞋主角的行跡加點順序方面 中鞋技和天賦兩者都是關鍵 可以優先量量點高 其次戰績最後是普攻 但如果只是把戰績用在虛人的話 不順也沒關係 解鎖新聞1後 同鞋主角施放首次戰績後 可以立即恢復一點戰績點 等於開局後能夠免費使用一次戰績 也能夠降低開局時的戰績點壓力 解鎖新聞2後 戰鬥開始時能量恢復效率提高25% 持續三回合 能夠讓同鞋主角盡快在開局後就施放終結技 創造超級破出出環境給全體隊友 並且持續三回合的情況下 第二個終結技也能夠吃到對應的縮短循環優勢 解鎖新聞3後分別提升戰績加天賦 終結技加普攻的天賦等級上限 解鎖新聞4 同鞋主角在場時 能夠使除了自己以外的隊友提高擊破特攻 會基於自身的15%擊破特攻來轉化 因為同鞋主角其實實戰中並不會很缺能量恢復 所以想要放心對高擊破特攻是沒問題的 雖然目前2連版本沒有辦法拿到最後一個星魂 不過星魂的效果也是簡單直白好理解 可以讓戰績的額外傷害次數增加兩次 也就是等於從原本的5段傷害提高為7段 也等於多了兩段的血刃和回能 也等於戰績一次打完就能回復42點能量 至此同鞋主角更是不缺充能 更甚至可以在半舞全覆蓋的情況下打出更多的傷害 非常棒的星魂效果 星魂效果推薦 可以說是幾乎每個星魂都有用處 而且取得也容易 所以整體都很推薦 若是還在偷懶還沒有開竿皮諾康林地圖的 同鞋主角就是你的動力 快動起來吧 同鞋主角的遺棄四件套首選中表降四件套 若是有看完劇情再看著同鞋主角穿上這套遺棄 還真是有種說不出的心情啊 遺棄兩件套提供擊破特攻加成16% 四件套也是給輔助箱的效果 在釋放終結技時 使全隊提高擊破特攻30%持續兩回合 雖然效果持續兩回合 不過一來是同鞋主角的能量恢復真的是有夠快 快到很長能夠兩次行動開次終結技 並且只要你在某個隊友的回合內 釋放同鞋主角的終結技的話 其實也等於那位角色能夠吃到三回合的BUFF效果 所以終表降四件套 不論是劇情還是實戰 都是同鞋主角的畢業套裝 若是過度實習的遺棄四件套選擇 則可以採取終表降加怪盜的2加2配法 主要是吃擊破特攻 後面能夠換成終表降四件套 就換成終表降四件 相信前面有在刷黃泉或殺進遺棄的同時 應該也已經有一套成型的輔助裝了吧 視頻兩件套的部分 可以優先選擇盜賊公國塔莉亞 可以直接提高擊破特攻16% 並且在速度大於等於145時 能夠使擊破特攻額外提高20% 就算速度還堆不到145 也可以先吃前面的效果 後面再慢慢拉速度 加上同鞋主角的擊破特攻轉化沒有設定上限 所以能堆多高就可以堆多高 屬於是畢業套裝 但如果先前比較少刷魔力宇宙世界四的話 也可以先用遺棄殘骸換一些生存屬性的次元球 再用自速橙織換一個擊破特攻神 其他可以考慮的則是一般輔助的飾品 像是仙舟、龍骨等等 若是想要開局第一個行動 那麼也可以考慮溫瓦克 基本上都差不多 可以用在還沒有塔莉亞之前的輔助飾品 以及主副屬性選擇的部分可以參考表格 軀幹和次元球可以選擇生命或防禦這種生存屬性 不過因為搭配塔莉亞的話 速度只有所要求 加上擊破隊常常是把敵人打到處於弱點擊破 動彈不得的狀態 所以生存壓力上也不會太大 因此也可以先追求副屬性有帶速度的軀幹和次元球 先把速度隊到足夠 主屬性後面再慢慢刷到喜歡的來替換 鞋子的部分同樣優先考慮速度 而連接繩的部分則可以使用擊破特攻 因為同鞋主角實戰中比較不缺充能 加上現在沒滿星魂的情況下 就已經能做到全覆蓋了 更不用說後面滿星魂的戰績一次就有42點能量 若是搭配滿地影記憶中的模樣 更是一次就回50點 所以更是不太需要用能量繩了 副屬性的部分也很單純 對爆速度和擊破特攻就好了 就像原神的綻放隊一樣簡單 便面版參考 同鞋主角的速度可以在150以上 並且考慮到後面擊破隊伍的成員大部分都會是速度偏快的組合 所以150只是基準 若是要再往上拉高速度往160追也是可以的 就能夠在隊友行動前讓同鞋主角先行動 並且釋放終結技來提供BUFF 擊破特攻有多少對多少 一般來說戰鬥外基本上也會有個至少230%以上 同鞋主角的五星光追推薦 最好的選擇是軟眉的專屬光追 鏡中顧我 不過一般來說有抽的人應該這個光追也會在軟眉身上 所以比較好的選擇會是四星的記憶中的模樣 滿電影狀態下可以回復8點能量 搭配滿星魂一次戰績能夠回42點 搭配此光追就能夠一次回50點 對於能量只有140點的同鞋主角來說輕輕鬆鬆 而若是只抽0加0的軟眉 可能身上也是拿記憶中的模樣 有可能不夠給軟眉和同鞋主角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能可以是先把記憶中的模樣給同鞋主角先拿 軟眉可以先用三星輪氣的光追 順便蹭同鞋主角的終結技BUFF 等後面軟眉復刻可以再補光追 最後可以考慮的光追就是能提供全隊提前行動的555 比較屬於是需要拼極限輪次時才會使用的光追 真的再沒有就一樣可以使用三星輪氣 同鞋主角雖然開啟了一個新機制 不過假如你沒有打算玩超級破傷害 那麼其實同鞋主角的泛用性就不高 並且目前相關吃極破特攻的角色並不多 目前只有加拉赫和學衣 而極破特攻的核心輔助也會以軟眉為主 因此其實目前的超級破陣容已經很明顯就是這四個角色了 在這個陣容中同鞋主角主要擔任的是超級破的核心 軟眉則是級破輔助位 能夠提供全隊級破效率 還有殘眉戰的延長弱點級破狀態和延後行動等使用效果 加拉赫則是級破生存位 血液則是級破輸出位 這隊由於同鞋主角和軟眉都不太會缺充能 因此原本若是讓加拉赫搭配等價交換這種微能光追的話 也可以直接換成王絕之亭商店能免費兌換的合物為真 提高級破傷害讓加拉赫也具備相當的輸出能力 而超級破傷害的關鍵在於要先讓敵人處於弱點級破 才能打出超級破傷害 因此我們在輸出位的選擇上 最好就是要能夠快速血潤 對敵人造成級破弱點的輸出位 因此輸出位上可以是針對敵人弱點屬性來針對的角色 否則對到韌性條長的敵人又沒辦法快速擊破 這樣隊伍整體的初傷就會被延後 像是在搭配血液時 最好敵人就要有量子弱點 否則效率上就會不好 所以像是克拉拉這種反擊機制 也就是和超級破相衝突的角色 更甚至是遇到會所任性的敵人 那就會更麻煩了 超級破其實也比較不好 再帶銀狼這種上弱點的角色了 所以最好是能夠輸出角色自帶上弱點 又或是能夠無視弱點的屬性 誒說到這裡後面的波條就這麼剛好 能夠給敵人直接向物理弱點的角色 又後面的流影也是大概率是 級破特攻的火屬性輸出 在這麼剛好現在2連版本 提示了火與物理屬性的 級破傷害會更高的訊息 後面級破乘以超級破傷害的 時代也就快要來了 所以等到有想抽五星級破輸出角的話 再把學衣的位置換一下就可以囉 炎味超級破傷害的特性 是只要敵方弱點被擊破後 就能造成可觀傷害 所以只要任何血人塊的角色 都可以搭配超級破 因此同鞋主角也可以搭配 軟眉以及黑塔機子攻略虛構蓄勢勢 黑姬二人在有額外超級破傷害的加持下 正好就能夠在敵人任性被擊破的瞬間 打出雙擊破的傷害 傷害數字直接翻倍 而核心關鍵也正是在於軟眉和同鞋主角 同鞋主角提供了一個超級破的全新傷害機制 對平民玩家來說也是簡單好培養 整體隊伍的要求在不高的情況下 就能夠搭配超級破打出高傷害 但最好也要有軟眉 否則最好就是要能夠快速續任的相關隊友 不然同鞋主角的發揮也是有限 就像是提供了一個對側角 給你選擇要不要練的選項 那也因為同鞋主角作為虛速屬性 擊破敵方弱點後 就能造成虛速弱點擊破的延後行動效果 並提高全隊擊破特攻 還有讀書一格的超級破機制與增傷 自己也可以打傷害 無論是作為輔助和輸出兩者兼顧 是個能夠和限定五星遞免的存在 雖然目前二連版本 只能夠在鐘錶小子雕像拿到新魂5 但以目前的表現來說也是非常亮眼了 非常適合平民玩家培養 更甚至是迎接後面將到來的 擊破隊伍新時代 總體來說 同鞋主角是若若覺得 三個命徒裡面玩起來體驗很不錯的 所以只要你想嘗試玩玩看超級破隊 那麼都可以練起來 那如果你就是打定主意 不玩擊破流 那麼不練也是不會影響太多 如果打算要練卻沒有軟眉 那麼最好等軟眉復刻時 務必抽個0加1 那確定玩擊破流了 後面的擊破主子也可以再考慮看看要不要抽啦 哇這坑好像越挖越大耶 順便跟大家說說同鞋開拓者立會的小彩蛋 裡面有好多在這次劇情裡面和我們同行的角色們 像是左上角的畫為黃拳 右上角的畫為沙驚 左中的為花火 右中的為拿著薩姆變身器的流銀 花火下面的則是黑天鵝 還有在龍裡的隻羹鳥與提真鳥龍的星期日 鳥龍旁的左輪手槍為波提歐 以哈伊爾則是我們手上拿的禮帽 以及右邊的獵犬加拉赫 不得不說這立會真的很多巧思啊超棒的 以上就是同鞋開拓者的角色分析群攻略 希望大家都能夠更加了解如何養成 有想參與討論也可以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 恭喜洛洛也會在製作崩壞星球鐵道的一些攻略指南 有想知道的主題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洛洛會優先製作大家需求比較高的 此外直播室有任何問題可以來詢問 暴幹製作攻略不容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交流來選擇方會員 或是點擊收集感謝 再留備新待茶 最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提及喜歡給洛洛個鼓勵 歡迎每週的晚上去嘴巴更新影片 我是Shiro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我是Shirober璐洛